明天,沈绵绵小朋友和沈小四几个全部哭惨了,因为大哥为了救小棉包光荣附上了。 哥哥,我要哥哥,我要哥哥,妹妹,妹妹,呼叫妹妹。 刚想下课铃,楼上沈浩又开始兴奋地朝着楼下喊,棉包想跟芳心丸,看出小脑袋急忙哄楼上的人。 五哥乖没有人打我,老师也没凶我,你去找你的同学玩呀。 小五哥绝对是一副宠溺的微笑脸,说道。 下课了,五哥陪你玩。 可是沈绵绵小朋友真的想放学回家了,再好好哄哥哥们。 他小脑袋里快速地转了一圈,突然就想到个借口。 五哥,我脖子疼,颈椎病,不跟你楼上好话了,拜拜。 你的哥哥们好拿好啊,他们在家里很乖的。 正说着,沈玉又下来了,人味道生鲜道。 妹妹,妹妹,走,四哥带你去玩。 小棉包和芳心互看一眼,两人手一牵,立马往客桌下钻。 沈玉在门口伸长脖子往斑上一看,没看见人,张嘴就问。 我妹妹呢。 教室里的所有小同学,一口同声地帮小棉包打着掩护。 他和芳心去玩了。 怎么又跟芳心跑出去了,可别跑到高年级的区域去玩被欺负了。 不行,得叫上小五和三哥,全校去巡视一圈,万一碰上谁欺负妹妹,也好及时出手帮忙。 在沈玉走后,小棉包在客桌底下跟芳心小声聊起天来。 你为什么跟你的哥哥们也不玩呢? 我妈妈说,女孩子带有个女孩子的样子,李怡老师也是这样教的。 说到这里,她叹气道。 咱桌底下也会被妈妈骂,吃饭,走路都要有个样子。 妈妈说,因为我是芳家小千金。 小棉包一听,觉得芳心好可怜,芳妈妈有点不讲道理,连忙想着法子安慰。 芳家了你来我家玩吧,我哥哥们很好的,我妈妈不会骂人,想怎么玩都可以。 芳心眉头都皱起来了,摇了摇头。 礼拜六我要练钢琴,礼拜天我要上舞蹈课,没有时间玩。 不能休息一下下吗? 妈妈说,气质需要从小培养。 气质这个词,棉包还是第一次听,感觉是个很辛苦的东西。 以后下课就陪芳心好好玩一下。 放学时间沈志泽带沈易出了个差回来,刚好经过学校门口,顺便接孩子们放学。 沈易推开车门下了车,她口袋里揣着几颗糖,心里想着小棉包摊吃糖的可爱馋样。 跟外公饭酒饮有的一拼。 外公是酒鬼,小棉包就是糖鬼。 维修工身上为什么会有农药味? 她衣服里揣了什么东西吗? 两个疑问刚在沈易脑子里形成, 抬眼就见弟弟妹妹们出来了。 沈玉和沈浩拉着妹妹,四个小家伙有说有笑地朝外走。 就在这时,穿维修工作服的中年男人突然从裤兜里掏出一瓶农药来, 拧开瓶带,仰头就灌了下去,紧接着他从裤央上拔出了一把菜刀。 毫无预兆的,朝着孩子们就是一空门口。 都去死吧,去死吧,祖国的花朵,哈哈哈哈,老子不好过,私益也要拉电背的。 事发太过突然,五六个孩子瞬间倒在了血泊中, 顿时响起了惊恐万壮的尖叫声和哭喊声,乱成了一锅粥, 沈玉亲眼目睹了男人的一举一动,他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人。 自杀为什么会选择来学校,心理变态,保护社会,快闪开,快跑。 然而,来不及了,沈玉和沈浩拉着妹妹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, 危险就已经逼近了,一个索索白目的男人,朝着他们四个冲了过来, 惊恐的尖叫声震耳欲聋,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沈玉猛地扑了过去, 他本能地张开胳膊一把抱住了弟弟妹妹三个, 在扑着弟弟妹妹们的身时,他的后背结结实实地被劈了一刀, 守在门外的沈家保镖挤进来的时候, 服毒自杀的男人已经浑身抽搐地倒在了地上, 沈玉瞪大眼睛看着沈玉英红一片的背, 双腿一软,咕咚一声瘫坐在了地上, 哥哥,弟弟,妹妹,快,快救命,救命啊。 而被哥哥护住的三个小的,最先缓过来的是小六, 挖的一声就哭了。 哥哥,快救救我哥哥,好多血, 呜,好多血,快救救大哥,快点,快点。 同样被吓坏的沈玉一把捂住了妹妹的眼睛, 顾不上两个弟弟,他颤抖着嗓音安抚。 没事,哥哥不会有事的,我们马上去医院。 这时沈志泽也挤到了现场,一看眼前的情况, 心口狠狠一抽,高大的身子剧烈一阵。 依儿,依儿,没事。 爸爸在,没事啊,坚持一下,我们马上到医院。 依儿,行险,疼就哭两声,别睡,快行险。 哥哥,我要哥哥,我要哥哥。 沈志泽抱起儿子,急忙安抚吓坏的女儿。 免宝,有爸爸在,哥哥不会有事。 沈先生,是我的失职,我很抱歉。 当一个保镖说出失职和抱歉的时候, 也就是他离开职业生涯的时候, 因为失职的后果是无法弥补和原谅的, 沈志泽虽然心里疼得低血, 儿子受伤,几个孩子受到了这么大的惊吓, 但也不是个不讲理的主, 这种是不在保镖的控制范围。 以后提高警惕,这类突发状况, 我不想再有第二次。 得到原谅,保镖更是抬不起头来, 郑重地允诺道, 是,沈先生放心,绝不会有第二次。 刚缝和好伤口,人清醒过来了, 醒过来就是惊魂未定的呼喊。 小棉包,沈灵沈欲审厚。 小棉包蹭的一下从爸爸怀里挣脱, 张口又有了哭腔。 哥哥,哥哥,你是不是很疼很疼? 沈依脸色苍白,光着轻瘦的上半身, 医生用酒精棉帮他把身上的血迹清洗干净了。 他左手伸进裤兜里,连忙摸出了几颗糖, 红马上又要哭鼻子的小棉包。 哥哥不疼,别怕,没事了。 三个弟弟也一下围了过来, 哥哥红着眼睛,也是一副哭腔。 大哥,你怎么样? 沈依有点应接不暇, 第一次见几个弟弟这副哭腔的表情, 他把唐塞进小棉包手里后, 又在兜里摸出几颗来, 略显不耐烦地往三个弟弟面前一递, 再开口,他的语气就截然相反了。 又不是要死了,什么表情? 现在不准吃,回家洗了手再吃。 四个小家伙乖乖地点头。 嗯嗯,好,哥哥没事就好, 哥哥说什么都听。 沈志泽提在嗓子眼的心, 总算扑通一声调回了原位, 院长亲自向大报汇报了伤员的情况。 一听这话, 沈志泽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了。 更要命的是, VAP病房收拾得多干净, 这位一少爷都不会住的, 医院对他来说, 就是各种病菌开party的基地, 空气里全是病菌, 沈志泽从来拿臭小子没办法, 只能安排两名医生跟着过沈家庄园伺候。 从沈一回家的这一刻起, 全家齐上阵, 想着法子分散他的注意力, 防止他洗澡, 要洗也只能洗下半身。 小六和妈妈一人搬了个凳子, 干脆坐在他的浴室门口磕瓜子, 坚守阵地。 晚上, 小六和老爸, 四个哥哥, 一人抱了个枕头, 都挤到这位难搞定的少爷卧室里去了, 死手。 结果, 就小六没出息, 趴在哥哥床上睡得连世不醒。 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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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,